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中之骨頭堅底 說到市,今天市繼續靚仔,高開後,全日反復向好 曾經接近27,900點前浪頂的阻力 其後升幅,輕輕收窄了一點點,全日收不到比較高的位置 27,843點,升335點,成交都不錯,比昨天來算 去到1,053億,今天的市又升300點,多得中資股相關 其中一隻是騰訊,發威,3% 對市又有動作,作用很大,加上中資金融股也是帥氣的 其中公行都有2.4%進象,其他都普遍1-2%進象 說來人股,成為市的上升動力 只不過本地股就弱勢少少,見到新隆基地產 今天跌1%,包括領展,本地股都是有比較遭高的表現 都不能跟著市升,是逆市下跌的 令到市在高位就稍稍回一回落 整個市形勢,昨天節目提到了 恒生指數200天線的增持,第一天升穿,昨天又跌穿 後市關鍵看幾個位置就能守不守得住,包括250天線 結果250天線,今天完全沒有問題,守得住 而且順勢抽穿頂上去 抽穿了昨天的頂,2778點的頂,抽穿了 現在衝上去27843點 後市怎麼看呢?從技術上來說,今天市升 成交也算是配合,11,053億 當然跟之前的成交也差減一點 在說上星期五的成交就厲害很多 今天就稍微少一點 上算配合,1,000就說很強勁,說不上 走勢好像不錯,後市應該怎麼做呢? 說烏投資者,其實可以從以下方面說 第一方面從技術走勢來說 現在升穿了,但是下一級 阻力就近在眉睫了 包括這個就是前浪頂的阻力 在說恒生指數形勢 前浪頂阻力27,900點 其一,第二,28,000點的心理關口已經近在眼前 在這位置之前會不會有回頭壓力呢? 大家要留意,第一個 從技術走勢來說,恒生指數要留意一點 第二個要說的是 今天其實外圍出現了一些少少變化 你說很強勁的變化 又說不上 但是跟上星期五的日子 昨天的氣氛稍微不同了 令氣氛稍微冷卻 在說什麼呢? 就是英國的情況 看看剛才這就是英鎊對美元的走勢度 好了,這裡顯示1.32的回落 1.3256 但其實我入市 進來之前,再檢查一檢查 最新的匯價 已經到1.317 至318左右的水平 換言之 大家看到這支小的陰燭 如果按1.317來計算是一大陰燭 如果稍稍認識陰燭圖的朋友都知道 一支大陽燭 雖然有比較長的手 加一支近十字星的狀況 再加一支大陰燭 合成一個黃昏之聲 那為什麼會出現黃昏之聲呢? 原來跟英國脫鉤的情況 又出現輕輕變數 因為根據外媒報導 約翰遜今次就率領保守黨大勝 大勝之後就大發神威 準備在脫鉤的法案裡面 加入一些不延長過渡期的條款 會言之 1月31日延期脫鉤 說的是2020年 當然 如期脫鉤之後 過渡期到明年年底 2020的12月31日 就結束了 過渡期就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11個月之後就會結束 不會延長的 無論談得成和談不成 即是和歐盟的貿易協議 談得成和談不成 都會不再維持現狀 這令大家很擔心 因為1月脫鉤 如果11個月之後談不成 那怎麼辦呢 談不成就對關稅 以至貿易的情況 對歐洲以至英國來說很大震撼 因為談不成就不知如何脫鉤 現狀沒有了 新的狀況如何 大家都不清楚 因為根據報導 約翰遜所要求的協議 大概樣 就像加拿大和歐盟協議一樣 上次歐盟和加拿大談這個協議 談了七年才談的結果出來 現在十一個月內談得成 所以對歐洲的官員來說 是不可能達到的 不可能談得成 十一個月之內 換言之呢 現在初步的說法 可能呢 就比較麻煩 不像上星期五 大家覺得一天都乾晒 而是 仍然有些烏魂在這裡 可以預期 接下來這段時間 繼續 歐洲和英國 會互相施展 極限施壓 特朗普的尾 在歐洲和英國的談判之間 可能會出現 大家都會極限施壓 所以這對 恆生指數 或者外圍市場 是一個不利的因素 所以從 審審的角度來說 今天的市場大升 但是恆生指數方面 或者本地經濟股 或者外圍經濟股 都不是一個吸納的受選 即使大家看好後市 都不是一個吸納的受選 反而 就是中之股頭肩底 中之股的勝算 或者直撥率 比較高一點 首先看圖先 都說了是頭肩底的 先看圖先 這就是國子的頭肩底狀況 這幾個箭嘴指著 分別是左肩、頭肩和右肩 看到國子已經穿了頭肩底鏡線 完成突破了 現在只差了一點 就是頭肩底的高點 如果穿上去 就更加理想 大概是1104 差幾十點 穿上去就威風了 梁作聲福也不錯 去到12000 這個不錯 與此同時 上證也是 他出了頭肩底的磋型 看到了頭肩 左肩 頭肩 只不過 他今天見一見 頸線 就回一回 顯示 頸線 還有些阻力 左肩 頸線大概是多少 是3050 左右 大家留意著 與村麻 形勢更加帥 為什麼中之股會這麼威風呢 簡單說幾個原因 一來 之前我上個節目 上禮拜也提過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上禮拜有了結果 以穩為主 而且 說明 貨幣政策 去年的鬆緊式度 變成靈活式度 而且 說明 增加製造業中長期的融資 大家覺得 市場人士認為 這樣的情況 令大家有一個 甜蜜的預期 貨幣政策 簡單說 會鬆鬆地 放稅 這對中資股來說形勢是好 加上 過去幾天公佈的經濟數據 又靚仔 令市場人士對中資股的看法 明顯 看好了 所以換言之 在這個情況下 恆生指數 短期內 至少要看這個 高位 增持是怎樣的情況 才好決定 特別是 剛才說的 外圍形勢有少少轉變 反而 你去中資股 就可以看好 多些 因為中資股出現了頭堅底 特別是 如果股值比較便宜的股份 直播率會更加高 包括什麼 就是內人股 內人股 現在股值仍然很便宜 剛剛走勢突破 好像工行 破了下降軌 不是很多 剛剛破了 現在看形勢 都是 大家看好的市場 都是中資股 出現頭堅底 所以吸納的可塑性 比較高 時間關係跟分析 多謝大家